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 发电机组控制应用 本次主要介绍的是燃油电磁铁的控制 我们来看一下 机械调速发电机组的燃油电磁铁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燃油电磁铁 燃油电磁铁的作用是 机械调速的发电机组在机组启动时 通过燃油电磁铁将燃油阀门打开 停机时关闭燃油阀门 燃油电磁铁的线数一共有三根线 红色线数接燃油输出的位置 白色线数接启动输出的位置 预启动机同时给电 黑色线数接蓄电池的负极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因为燃油电磁铁吸合线圈不能长时间通电 通电时间最大不能超过20秒 否则燃油电磁铁的吸合线圈烧坏 所以吸合线圈接启动输出 当机组启动的同时 燃油电磁铁大电流吸合 拉动执行器打开油路阀门 然后用燃油输出控制保持线圈 燃油电磁铁小电流保持打开状态 机组停机时 燃油输出断开 燃油电磁铁湿电 这时候油路阀门关闭了 机组就可以正常停机 测量燃油电磁铁的时候 我们要将燃油电磁铁黑色线数 接蓄电池的负极 红色和白色线数 依次接蓄电池的正极 白色线数接正极后 电磁铁会瞬间吸合 红色线数接正极后 电磁铁会保持吸合状态 断开白色线数以后电磁铁保持吸合 断开红色线数 断开红色线数后电磁铁湿电 燃油电磁铁断开 这款停机电磁铁有三根线数 三根线数的作用就是 红色线是用来保持 白色线是用来吸合 黑色线是接蓄电池负极 我们在实际应用当中 白色线数可以接启动 就是需要有几秒的吸合时间再断开 然后通过接红色线数的保持线圈保持吸合状态 黑色线数则需要搭铁接地 这样机组就正常工作了 这里的红色线数可以接控制器的燃油输出 当机组正常工作的时候 燃油电磁铁吸合拉洞拉杆往上 然后当机组要停机的时候燃油输出断开 燃油电磁铁拉杆会落到原始状态 这样的话自然就把油门给切断了 这就是燃油电磁铁的工作原理 这个也可以叫做停机电磁铁 我们也可以称它为公油电磁阀 这几个称呼都是指的同一个设备 这是三根线数的接法 这种燃油电磁铁切记通电不要超过20秒 否则这个设备的线圈会发热烧坏 这个保持线圈接控制器的燃油输出 也就是控制器的4号端子燃油输出 然后燃油电磁铁的吸合线圈 可以和启动输出接在一起 用来在启动的时候同时打开燃油阀门 通电几秒之后断开 保持线圈用来保持燃油阀门一直打开 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内容 本次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欢迎大家拨打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318908 谢谢大家